《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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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注意见谛 始终是见谛 你们刚开始接触 以为见谛听懂了 其实见谛都不圆满 听懂,因为你随着 还有修定,你在定的基础上 是听释迦牟尼佛教义 跟不再定的教义 听还是不一样的 就兄弟一样的 你跟刚才那位师兄 我就是在之前经常有 所以喜欢清高 然后就是在看过您的视频 就是我 以后保余的代理 确实觉得又不一样 你以后再三十年以后再看 又不一样 你就知道,哦 你为什么这样讲 它是说给谁听的 就等等,都很清晰 再继续文 还是听文,不断的通过文听 然后直接 因为文听的时候要思考的 不能老是说 脑子不动听 脑子不动你怎么知道 听懂 思考,思考明白了 那条路怎么走 为什么佛这么说 为什么我要修行 思考明白了 修定理 修定理 刚开始在做点上比较好 然后呢 在世上练也比较好 不被静拽啊 活在迅速的把自己抽离 回在当下啊 因为未来过去 过去发生了那么多事 我们怎么能一件一件了完呢 未来那么多恐惧啊 我们还要面对死亡啊 疾病啊这些 你想你有用嘛 你又飞不到未来去先把它解决了 是吧 来了再说 是吧 人总有神老病 但当下 当下的时间是最珍贵 当下你能做啥 这才是最珍贵的 因为你能把困的就是当下这一刻啊 这一刻你能安心 能不能 这一刻你能不能活好啊 这一秒你能不能活好啊 你这一秒都活不好 你未来是吧 你都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怎么能活 这一秒 什么没发生 你都活不好 此时此刻发生啥了 是吧 啥也没发生 大家也活不好 迅速地要自己活在当下 这也是训练的 不断地告诉自己 不断地把自己拉回来 从过去未来里面拉回来 从外界的烦恼的事上拉回来 拉到坐地上 拉到坐的椅子上 拉到每一个当下的境界里 就让自己如如不动安住 然后不必借文觉知的进转 修定律啊 然后多看是 看经的目的是 看佛在说啥 是实在我们看不到 他念经啊超经 看他们的知见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佛为什么这样说话 是吧 他为什么好像听不懂啊 继续看啊 是吧 他为什么那样讲 难道他就是 故路学学让我们听不懂的吗 是吧 因为他是 他在他的境界上 看这个世界 跟我们看的不一样 所以他在这个五族恶事 就活得很自在 我们就不自在 为什么 因为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是不是 就差这么多 这也是五族恶事 是吧 环境一模一样 是吧 都在人道啊 所以为什么 你看佛经就知道了 人家咋看事情呢 你咋看的 是吧 不就 就知道你跟他差多远了吧 是吧 差啥 身高也差不了多少 太子两耳朵 都长得也差不多 跟佛 是吧 你看就说佛像也太差不多 就算我们 这组也就差不多吧 眉毛比我们潮一点 不要就是 是吧 还没有我们漂亮的 要是你们爱你们的神美的话 是吧 人家就很自在啊 因为人家有定力啊 罗海啊 是吧罗海 人家掏耳朵都入定 是吧 入定了 是吧 捏脚捏捏捏入定了 你排着腿坐在那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还是入不了你 就差那么多 是吧 人家怎么也在定胎里是吧 功夫啊 他哪来的 他也是从娘胎里爬出来 一天一天修出来的 他放下这个世界一切 拿出全部的世界精力来 做了这件事啊 他做的 我们是全部的世界精力 去赚钱去 去名利庭里面折腾了嘛 是吧 也没问题啊 名利庭也挺好啊 是吧 人世界你有名利庭不开心嘛 人力就这点 是吧 有点喜气啊 满足了不就开心嘛 你有很多钱你开心 人们夸钱你你开心 是吧 有一份美满的爱情你开心 你就这点开心嘛 是吧 也佛也不是所有 就把你全剥夺了 让你受苦受难 你就那点开心剥夺 是你把世界精力放在那些东西 拼命的追求 每天开心玩痛苦 痛苦玩又开心得得是是得得是是 就他们折腾了很多事 否则你也这也没意思嘛 是吧 没意思你就解脱吧 解脱不要在这些地方玩了 因为他 因为有时候他失去以后 你拥有很多钱的时候 你突然失去了 你不更痛苦吗 他是 因为他无常嘛 一切 而且我们把世界精力全消耗在这了 人家后边呢 这些阿罗还把世界精力全消耗在修定理上了 就这点差别 人家就捏着耳朵入定了 你就不能 就是世界不如人家用的端 人家你的心不在修行上 人家在啊 人家放下全世界所有的浪费时间 人家不干了 佛说 甚至人家就一个人呆在森林里 是吧 不再考虑情感的事 儿女的事啥也不考虑了 全部放下 因为世界就那么多嘛 大家都活一百岁嘛 是吧 一百以内嘛 在有限的时间里 你做了这个 肯定做不了那个 是吧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你定力不好 那肯定啊 是吧 那精力不好 就定力不好 慢慢练呗 是吧 也不急嘛 反正我们佛说了 本来就是 迟早会醒来的 再一辈一辈练 这辈子时间少 下辈子多的 是吧 而且 生活会逼着你去练 有一天你痛苦不堪的时候 马上就上座店了 是吧 哎呀 苦死了不能玩了 是吧 高兴的时候 你高兴一会儿也就那样吧 对吧 至少都是 挺急的 所以也不着急啊 这个我说不着急的是大家 经常有大家问我 老师我都念三年了 怎么还没成佛 老师我坐坐电商都无念了 还没成佛 我说你急啥呢 你今天晚上又不念牌 是吧 你急的成佛念牌吗 准备是吧 还是找个到洗死啊 是吧 洗死主意 然后今天晚上混花嘛 准备 是吧 你别生活别休嘛 你急啥呢 你本来就是 你就在幻境慢慢破吧 我说的是 不要那个求道的心急啊 当然你今天晚上要成佛 我也很高兴啊 是吧 祝贺你 你再去庆祝 是吧 问题是 你急啥呢 你就是那急的 就像 就像要干啥 就像一个 这件事挂在心上了 成佛这件事挂在心上 挂得快吐血了 就急的都是成不了佛 哎呀 这件事 这件事 是大 生死是大 生死是大 心平气和的说 哎 生死是大 生死是大 咬牙切吃的 咬着牙切的吃 生死是大 一看你在这就挂上生死二致 是吧 生死不是孟怀泡影吗 怎么挂上干啥 是吧 轮回涅槃等通空花 你求啥呢 当下爱住 这才是真正精进啊 当下爱住 你挂了那么多 那叫精进啊 那叫 你这生死是大 每天挂着生死 每天挂着 人家不挂的 人家还没生死 你这求学佛的 还每天挂着生死 是吧 不是多了份挂爱嘛 是吧 我就有时候开玩笑 我说你又不训练牌 照啥急呢 我是开玩笑的啊 不是这样 就是告诉他 放松一下 求得太迫切了 成道之心太迫切 修行 放松 安住当下 每一刻以佛的中道正戒 作为一个指导你的生命的一个方向 就这么慢慢走 慢慢走 公道自然成 就成了 那叫真的精进啊 你心在道啥 心在佛的之戒里 这叫精进 你心不在道啥 急啥呢 急的就像那小孩子 我经常比如 那小孩子想考一百分 拼命的补课 编补数学 编补语文 想着微信圈的抖音 那个那个是吧 然后说 哎呀我可想考一百分了 我急的啊 流鼻学 就可想考一百分 可想当个好学生了 但是他心不在学习上 我们也是可想成佛了 就是心不在修行上 然后我为啥没成是吧 心不在 但心就在家里 我家那母鸡像的三个蛋 我是举例 就这都是我们都能很好奇 是吧 好奇也没关系是吧 这个 但是你好奇放松一下嘛 你不要经常生死四大 生死四大 急的 急的嘴上起泡 成不了佛 早期的流鼻学起泡 我可见过啊 loving 老鼻学起泡 就是 就是 再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